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Software Serving的節目 有一段時間沒有和大家研究過Photoshop的技巧 今集先解答了一個朋友的問題 圖片看到這張照片有一個朋友傳給我的 說是一個外國的教學網站曾經教過這個技巧 他發現整個程序都蠻複雜的 他問我有沒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做到的 我也看過這個教學影片 我盡量看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盡量把他簡化一些技巧 針對我的節目 希望用這些簡單的技巧可以做到類似的效果 不過我這次就不用一個紅磚牆 用一個地上塗鴉的方法 其實做法是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在牆壁製造這張圖鴉 其實也可以 現在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我今天所做的示範 其實效果也差不多 做法是相同的 首先打開這張底圖 這是一張歐洲的街景 選擇的圖片大家要留心一點 如果真的好做一個地上塗鴉 盡量找到地上 而人不會太多 剛好這張照片 你會看到在下面的部分 是比較空的 我們就可以把人貼上去 另外這張就是我今天要貼上去的人像照片 首先我們要做的事 把這張照片 先把它複製在過去 看看這張照片 我沒有需要太多 只要這個人這個部分就可以了 把他圍巍 把他敲背 把他放回 然後去到一張風景照片 把他貼上去 最主要看兩層照片的大小 對吧 可以看 你看到差不多接近了 如果我把它貼上去就挺理想的 不需要太多大小的縮放 但你也要留意 如果我們選擇一個人像照片 像這張照片 你看到人像的背景 顏色是比較簡單的 所以我們去到底部比較容易 首先我們想做就是先去到底部 這次我們去到底部比較簡單 我們不需要太複雜 因為我們做出一個圖鴉的感覺 不像我們之前教過有些去底部很注重 像頭髮絲那些位置做出來 效果已經不漂亮 貼上去就會很假的 這次我們比較簡單一點 技巧差不多 首先我們拿了這個快速鼠翠工具 看看我們這個筆刷是否正確 這樣加 接著我們把筆刷擴大一點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可以遺旋了人像部分 每個筆刷擴大一點 只要跟著邊緣拉拉就可以了 我們發覺如果過多的話 我們可以按下減減的 可以刪除我們過多的 但這張照片我們很簡單 所以我們一圍就已經可以圍倒了 完成了之後我們在右邊 我們選擇一個遮罩 一剪出來 基本上已經去到底了 如果現在正常的照片去到底的話 效果就不太理想的 不大限我們現在這個部分 就可以了 我就足夠了 接著我們要Double Kick這個遮罩 我想乳化到我會推高一點點 大約是 兩個Pixel就差不多了 讓邊緣有少許乳化 效果會更漂亮 接著我們做的時候 最好 將這個圖層複製多一個 如果我們發覺有問題的時候 可以拿回原先的圖層 繼續去做 按著Ctrl-J 多了一個圖層 下面的圖層保留 用來修改 我關掉它 拉到這個位置 接著我們想把這張照片變成一些 油畫效果 我們在濾鏡裡面打開它 我們選擇濾鏡收藏館 接著我們在筆觸 打開有不同的類型 有些油畫 一些噴畫的感覺 這次我用這個噴畫的感覺 用來做這張照片 你可以選擇其他不同的效果 例如這個 或者可以用這個噴畫 或者是不同類型的 我用噴畫 我想把噴畫推高一點點 這邊我推低一點 讓人像比較清 有些噴畫 我們確定 接著我們要把它變形 如果我們直接這樣貼上去 不是那麼漂亮 我們在編輯裡面 選擇變形 首先我們選擇透視 透視 左右一齊就會變形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張照片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是近的 人的面部應該是來我們遠一點的 所以會形成一個 好像向前 收窄了 所以我們要拉過來一點點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真正的情況來看 其實在這張照片 如果真正是地下一個圖鴉的話 人像頭部應該被收窄了一點 如果我們想做出來的效果 我們視覺上看起來比較漂亮 我們就不要太過 誇張了 如果我們收窄的話 就像現在這樣 就好像人就很怪了 我們拉開一點點 然後你看到這幅地下 都是一些斜的 我們再選擇 變形呢 這次我們選擇旋轉 我將它 旋轉拉過一點點 推下來 大約在這個位置 留意一下那些人 如果那些人踏著的面部 就不是沒有看的 我們將它 下來 因為我的頭髮位置 也是黑色的 所以有些人在上面踏著 也不會影響 太多了 如果太低 就好像不太漂亮 大約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再選擇 變形 這次我選擇傾斜 我將這一邊拉闊一點點 你看到這個人像 在現在我們用眼看上去 比較接近 好像我們在地上 畫出來的效果 完成之後我們Double Cake 然後我們在這裏 打開正常的位置 打開它 主要 現在我們選擇的東西 不一定是跟我一樣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你的背景不同 你的人像 顏色不同 都可能 未必是我選擇同樣的 但都會在 這一部分 由 變暗 至到 顏色變暗 裡面的 其實我之前做過類似的東西 很多時候我們將一些物件重疊 都會在這個地方選擇 這次我們 看看變暗 變暗出來的效果會是這樣的 如果我們覺得不理想的話 我們可以試一下 下面一個 色彩增值 這個 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比較相似 如果我再選擇下面的 這個就比較 怪了 這個我覺得太深色了 這個也比較相似 但最後我還是選擇 第二個 完成之後 我發現 這幅圖 色澤比較深 不是太真實 所以我將它 透明度 推回 低一點 如果是我這幅圖來說 我大約是80%左右 就比較接近 說到這一步 其實整幅圖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這次的教學 其實是很簡單的 大家 只要在這裡 我們選擇不同的選擇 就可以了 所以有時候 Photoshop 不是那麼難的 只要我們想一下我們怎麼做 我們多點練習一下 不同的方法 其實 就是同一個方法 可以做到不同的效果 這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